雷蒙娜·Le Brave 雷蒙娜·昆比已经用了几乎整个夏天 和她的朋友豪伊·肯普 冲击创画转回十位游戏叫专场 专场让雷蒙娜感觉强大 一些不经常发生 因为她是最年轻的 在她的家庭 渴望要勇敢 长大了 雷蒙娜坚持要为姐姐比克斯特特·昆比 当一个男生取消她的名字 然而雷蒙娜坚持现而不是考虑到她的英雄 是不好意思了 变得更加愤怒的雷蒙娜捍卫她 比她的孩子们心动她 在夏季结束时 母亲得到了一个兼职工作 一些工人切一个洞 他们的房子增加一个额外的卧室 当一年开始 雷蒙娜开始学习阅读 不过她相信 她的老师格里格斯太太不喜欢她 这种感觉是由雷蒙娜的倾向陷入困境恶化 在她的班级正在指代猫头鹰家长之夜有时 有一天 雷蒙娜看到苏珊和幼稚员的克星 复制雷蒙娜的猫头鹰 格里格斯太太看到苏珊的猫头鹰 显示了她 雷蒙娜被激怒了 在苏珊的复制和大家一样的雷蒙娜并不特殊 并破坏双方的毛头鹰 雷蒙娜被迫道歉 苏珊在同学的面前上课的时候是好的 但她从来没有改善 有一天 在上学的路上 一只大狗来雷蒙娜后 让她脱下她的鞋子 并把她扔了 狗拿起她的鞋 并行带她拿走 强迫雷蒙娜 在雷蒙娜并行回迭道的路上 这原来是早上 格里格斯夫人最终选择雷蒙娜引领上午国旗敬礼 和格里格斯太太只发现雷蒙娜只穿着一只鞋 雷蒙娜让她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情况 并再返回她的鞋 取上秘书称赞她的勇敢 她的绰号叫勇敢 如果即将对路补备 不希望用这种权鞋 感谢观看